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 價值約五百萬的馬薩拉蒂海神 開到入口時 黑色奧迪開過來完全殺不住 導致右側車身撞上 而在擦撞之後 駕駛直接衝進入口的一間汽車展示中心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這起事件發生在十五號凌晨兩點多 高雄前鎮區中華五路與林森寺入口 當時白色的馬薩拉蒂執行時 因為闖紅燈導致黑色奧迪閃避不及 撞進汽車展示中心 導致整片落地窗被撞碎之外 還撥擊到裡頭的一台展示新車 而由於撞擊力道大 奧迪的車頭整個全毀嚴重變形 駕駛也因為安全氣囊爆開 頭部受傷被緊急送醫 根據警方出過判斷 事故發生是因為馬薩拉蒂闖紅燈導致 而這兩輛車價光是海神新車 價約五百萬 奧迪價格約三百萬 在撞進展示中心撥擊新車 車損目前難以估算 詳細的車貨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